刚买了奔驰A级奥迪A3宝马一系的车子吗 这条视频你别看了 还有买了高配的高尔夫高配的速腾 这些个A级车的宝贝们 这条视频你就别看了 为啥 20万以内十多万 现在就能买到重则后期的豪华品牌B级车 怎么说 凯亚拉克CT4 这次1.25T 8AT的版本现在落地价16万多 如果说你觉得1.25T不够用 19万多落地的28T 220T的凯亚拉克CT4 它也来了 不久的将来 我感觉三月份捷豹的差异L 这台车落地价 220T的估计也能来到21里 为啥 我看了一眼懂车的降价吧 宝贝这车优惠12万了快 打了六折多 那照比现在的行情 对比未来的行情 宝贝那只会越来越便宜 以后你就能看到 10多万块钱的豪华品牌 重置后期车型会很多 你包括谁呢 有可能兄弟们 现在渠道车员 凯拉克CT5老款 就是前几款的CT5 真能20以内拿到底配的 就比如说是风尚的 所以兄弟们 我做一个二手车饭的 现在给你讲新车 是不是觉得旅程不对麻醉 宝贝我也不想讲新车 我为什么天天研究新车的行情 因为我怕收车 收贵了 收完之后赔爆炸了 天天研究这降价排行 我一看一个不知神 一看一个天赌 我劝视频前的各位宝贝 没事别瞎看 除非你是车饭的 咱们同行之间研究就行 还有今年想干二手 新能源车的同行老师呢 我给你做个小小的提示 这个行业 能对方就对方 能搬运就搬运 能做资源就做资源 尤其行动源车 要不然我怕你收完赔爆炸 同意的点赞 有这种感觉的点赞 2024年 注定不平凡 希望咱们还能年底顶方相见 加油 祝看到这条视频的宝贝们 点赞 长命百岁就完了 感谢观看